大家好,俄军公布在利益昌斯克击毙了白俄罗斯解放军的指挥官 俄军公布在利益昌斯克战斗中,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叫瓦尔特营指挥官 马尔丘克呼号布列斯特被俄军击毙 他是在利益昌斯克附近的战斗中被俄军击毙的 另外,有几个白俄罗斯解放军的士兵也被俄军逮捕 俄军也公布了审讯的视频 我后面会把审讯的视频给他播放 点开标题,可以看到链接 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白俄罗斯解放军士兵审讯的画面 另外,俄军也公布 有几名白俄罗斯解放军被一起击毙 但是身份没有公布 这些白俄罗斯解放军很有可能来自于反对白俄罗斯现任总统卢卡申科的团队 也就来自于流亡者 后面的视频是两名白俄罗斯解放军接受俄军审讯的画面 大家可能不太懂俄语 我简单给大家翻译了一下 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叫谢尔盖 谢尔盖也承认自已来自于白俄罗斯 他是在利西昌斯克附近战斗中被俄军逮捕的 谢尔盖交代他因抗议活动 抗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而多次被白俄罗斯警方拘留 他因抗议活动中有过激行为 而致人受伤,遭到了刑事指控 所以他潜逃到乌克兰 在来到乌克兰之前 他一直在白俄罗斯学校学习 是一名学生 他承认自14年以来 一直与白俄罗斯武装分子进行反对卢卡申科的活动 另外他也承认白俄罗斯武装分子 也在白俄罗斯境内对他进行了军事指导 看来白俄罗斯境内是有反卢卡申科的游击队 对他进行了军事指导 他前往乌克兰以后 承认一直在基辅的一个旅馆居住 在被转移到尼古拉耶夫之后 他们在尼古拉耶夫接受了一位英国教练的培训 培训内容他没有公布 视频里也没有公布 在基辅进行短暂的修整后 他被派往了利益昌斯科 他也表示 在尼古拉耶夫接受英军培训的时间并不特别长 到达利益昌斯科以后 其中一些人也被派往了北顿尼斯科 他也承认自己在北顿尼斯科参与了巷战 谢尔盖说 由于缺乏信息 他们甚至与乌克兰军方自己人发生过枪战 我之前报道过 实际上双方很难识别 特别晚间 互相之间枪战 实际上一看都是乌军 所以在北顿尼斯科 实际上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非常离奇的枪战 俄军很容易撤出战斗 结果看着乌军自己打起来了 自己消耗 真的有这样情况发生 都误认对方是敌人 他表示这样情况经常发生 那第二个是杜鲁别克 他也承认自己是一名罪犯 也犯有刑事罪 根据组织违反公众秩序团体条款 他被白鲁斯警方关押 为了逃避白鲁斯警方对他的起诉 他潜逃到了乌克兰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前往顿巴斯作战 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威胁 威胁他 如果不参战的话 他会被遣送白鲁斯 那现在看白鲁斯方面 这些白鲁斯解放军 很多人是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人员 进行威胁情况下 前往顿巴斯参战 他认为许多白鲁斯人也是被同样的方式勒索而被迫战斗 那这个人承认自己是和瓦尔特营的指挥官 马尔丘克一己接受了训练 他们与亚素营的武装分子 以及英国的教官在一起接受的训练 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以后 他们期望白鲁斯和俄罗斯 国内能够发生军事政变 他们将能够返回白鲁斯 他们表示他们将返回白鲁斯 参与国内的军事政变 另外他也表示 他们的武器大多数是苏联制造的 是老旧武器 很少有国外的 而且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 那这个马尔丘克实际上是白鲁斯解放军 一个重要的头目 他一直领导瓦尔特营 他呼号叫布列斯特 而且这个人实际上参加过法国的外籍兵团 是白鲁斯人 但是参加过法国外籍兵团 所以他和北约有非常深的关系 实际上法国的外籍军团和北约之间 实际上也有联系 所以这个人现在俄军的说法 他实际上是受北约 就是说白了 受美军直接指挥 那他现在在利益昌斯克被击毙 跟他一起击毙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还有来自于乌克兰特种部队的分队指挥官 叫安东索洛维约夫 就是图片上这位 最靠边的 那俄军还公布 在利益昌斯克还击毙了巴西籍的外国公军 包括一位女性 我后面会把巴西雇余军 他这个视频给大家播放 实际上在顿巴斯有大量的巴西雇余军 这个巴西人实际上是为了钱 我之前说过 这个顿巴斯地区 俄乌双方都有巴西籍的 你说志愿军也好 雇余军也好 都有巴西籍的 有一部分呢是共产主义者 他呢加入到俄军这边 左翼的 另一部分是右翼的 他呢就加入乌克兰这边 所以有大量的巴西籍的这个工军在 那除了巴西人以外呢 实际上还有波兰人 捷克人 波兰和捷克人最多 那 利益昌斯克俄军胜利以后呢 普京啊授予了第八十坦克团 禁卫军容易称号 这个第八十坦克团啊 隶属于中央军区禁卫坦克第九十师 那 第八十坦克团呢 实际上在利益昌斯克战斗中啊 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这个坦克团也是第一个进入到利益昌斯克核心 那 卢干斯克方面消息呢 俄军在利益昌斯克呢 击毙了超百名以上的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工军 但是呢 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布最新的数据 我也没有获得 只公布了这个白俄罗斯解放军被逮捕审讯的画面 现在看俄罗斯方面有意回避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方面 被俘人员信息 我也会一直关注啊 如果有最新的信息 我会及时给大家分享 那这是现在呢 利益昌斯克最新的一个情况 现在利益昌斯克方面呢 未来会公布一系列被俘人员的信息 这些被俘人员呢 有来自于白俄罗斯的 实际上也有俄罗斯的 实际上呢 俄军对俄罗斯解放军的报道呢 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很多信息没有公布啊 我觉得可以理解 这个俄罗斯解放军很多人的信息比较敏感 最后呢 我说说我的看法 实际上呢 白俄罗斯解放军啊 它的主力呢 实际上是在西部 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一部分在基辅 白俄罗斯主力呢 实际上白俄罗斯解放军的主力啊 是由法军训练的这个 白俄罗斯方面的这个 外籍兵团的这些共军 他到了乌克兰来招募 在乌克兰境内的白俄罗斯人 另外还有立陶宛 波兰也在训练白俄罗斯人 这些才是主力 而在利昌斯克被击毙 被逮捕的 这个瓦尔特营 实际上呢 他并不是白俄罗斯自由军 或者白俄罗斯解放军 他这个主力不对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 瓦尔特营很重要 这个指挥官确实 他是受北约训练 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 但是这个人 只是他有作战经验 他手下这一群人 大家看那个审讯的结果 这群人实际上都是学生 就是白俄罗斯参加这个 反罗哈申科抗议 大家知道 白俄罗斯大选 反对罗哈申科 甚至反对党 还有个女性流亡了 正在立陶宛 在波兰 流亡到波兰 实际上呢 就是这些街头抗议者 跑到乌克兰以后参军了 他只是个带头的 他确实有什么军事技能 他受过法国外籍兵团的训练 但是他手下这些人没有 那么白俄罗斯解放军主力呢 实际上都是经受过训练的 这些来自于法国外籍兵团的白俄罗斯人 是从波兰军队里 是从立陶宛 从捷克 从法国外籍军团 招募的大量白俄罗斯人 这是白俄罗斯解放军的主意 这部人现在我了解是在基辅 并没有南下敦巴斯 他是在基辅 为什么在基辅 大家知道白俄罗斯方面 很有可能会进攻基辅 所以这些人未来呢 在基辅的守卫 防御基辅 这些人也会发挥作用 所以现在看呢 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部门 实际上对这些白俄罗斯人 你看到吧 新兵 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些学生 派到敦巴斯 当炮回去了 你不去 不去我就给你引渡 只能去了 去了以后被逮捕了 有些人就战死在敦巴斯了 而受过训练的 那些老兵 特别是法国外衣军团 打过仗的 有能力的这些人 留在基辅 保卫基辅 这个大家懂啊 所以白俄罗斯解放军 这次瓦尔特营被歼灭 不等于说白俄罗斯解放军 就被完全歼灭了 他主力现在在基辅 另外呢 波兰 波兰军队啊 很有可能在7月底 会进入乌克兰西部 那么他会带进了一部分 在波兰境内训练的白俄罗斯解放军 这部分在波兰训练的这部分人 战斗力非常强 他是在波兰当地招募的白俄罗斯人 这部分人由波兰亲手训练 这部分战斗力包括武器非常精良 这部分人一旦进入乌克兰 对白俄罗斯威胁巨大 他很有可能从布列斯特方向 进入白俄罗斯 推翻卢卡申科政权 所以你看啊 7月底 波兰进入乌克兰西部 白俄罗斯一定动手 这个大家理解了吧 那这是现在呢 白俄罗斯方向和乌克兰方向 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再急着给大家分享